現在請第一組表演者出場 來 歡迎 來 歡迎 這個很少看 好怪怪的 他小睡不著 怎麼一回事啊 因為這個裙子比較長 所以很容易踩到 今天這個題目是 我們今天的題目很特別 誰是愛情桃花女 愛情桃花女 誰是愛情桃花女 誰跟那裡真的有所不知 就他們四位女生 每個月都會有一次 這樣就有一次 對啊 每個女生每個月都一次 除了桃花女過了更年期沒有 那誰沒有 我沒有講錯 就是桃花女的語言來就是 每個月都會有一個男孩子 來追求他們 他們這幾個 幾乎每個人好像看起來都有這個本事 對 而且不同度味道 我們先這樣問他們一下 好不好 我們從4號先說起 好不好 最誇張的 人家追妳的程度到什麼樣 有一次就在那個 跟彤雯去茶街喝茶 然後聊得很開心 結果就有一個很高很胖又很壯的男生 就坐在我們對面 說要跟我要電話 然後之後 他就跑去旁邊 剛好有一個鋼管 然後他就去對那個鋼管磨蹭 然後做一些姿妹姿勢 對啊 然後我們下要趕快跑走 那妳平均每個月都有一個人追妳 對 她是很有可能 對 好漂亮 她這個臉妳看好可愛 對 我想臉一下 而且她 妳看她今天穿V領低胸 就知道她很有料 這個也是很吸引男生的一個重點 現在就流行這種女生 就是她的臉長的 那個眼睛可以戴起來 她的臉長像小孩子 但是她的身材像大人 對 對 現在就流行這種有童顏 但是聚乳的女生 對 聚乳聚乳 對 超聚乳聚乳 因為妳們是很難說的 真的很難說 因為滿難說的 對 所以這樣怎麼猜得出來 妳會 畢竟會命帶桃花的人 應該會有一些才藝 吸引到男孩子 對喔 妳今天能不能給我們帶來 一些什麼表演 我今天會帶來力骰 力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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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是一種骰妝嗎 骰妝 骰妝 妳應該很清楚 我常常骰都沒有人追我 好 好 我們來看看嘛 來 秀一下 好 還要蓋上 要戴眼睛喔 把眼睛戴起來 這就奇怪了 要戴眼睛 感覺又不一樣了 大家邊看要邊那個喔 邊… 認為她在表演的時候的面 那是綠水嗎 綠骰變豆腐 什麼是豆腐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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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女生 有一點無聊 沒有 沒事去還是練凍豆腐 不是 真的是凍豆腐耶 真的嗎 完全大小又不一樣耶 對啊 飛哥我可以試試看嗎 我們要試嗎 我可以試試看嗎 因為這看起來好像很簡單耶 沒那麼簡單喔 真的嗎 來 喂 真的…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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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更厲害 我看你那裡流淺了 這兩邊…給你擠成一邊 擠在這裡面 擠在裡面 真的有難度耶 人家不簡單的只有兩個 這是第一位 好 第二位呢 東佩倫 妳要給我們表演一下什麼 我要跳跳繩 跳跳繩 跳繩 跳繩 那這個也太多了 來…上繩 上繩 就是這種感覺 對 不小心踩到現在 很會喜歡 太贏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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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啦 這一招太厲害了 這太厲害了 真的嗎 怎麼那麼多人追 真的啊 這一招真的太強了 這都太厲害了 妳幹嘛一個劍步過去擋什麼擋 對 妳要走慢一點 對啊 飛骨都來不及 我們要表示要擋 當時是慢一點去擋 主持節目怎麼心臟會很難受 她是那個沒事在那個 什麼…國父紀念館 在那邊 罵票說一個月 一個月三十次都有 對不對 一個月三十個耶 還厲害 來 張小姐 那妳要給我們表演 耍劍 劍術 耍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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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劍男生也愛喔 武術的劍術 真的啊 如果她真的會武術 這個身材算很棒耶 這樣耶 很討厭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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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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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好帥喔 好像金庸奇俠傳裡面的那個 那個女生啊 對 女俠女 她跟剛才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真的嗎 好帥喔 會有勁道 很有殺氣的 會增功夫耶 可是你看他那個殺氣一完 他馬上收斂起殺氣的眼神 就變成溫柔的眼神 對… 若不精封的男人 就是絕對不會喜歡對不對 比較沒法接受 好… 他自己要不要有一點功夫呢 有的話當然是最好 如果他的功夫在另外一個方面 可以嗎 什麼方面 哪一方面 我是說彈吉他 什麼啦 剩下問題 剩下你改的 對不對 你剩弱的 不要站起來 好 要決定了 要決定了 每個人都各有特色 每個人在專長… 在專注的時候 可能都有他們自己的領域 到底誰是愛情的桃花女呢 好 請舉牌 佩甄 愛麗絲 韋如 叮噹 1號 向馬倩 2 3 1 1 2 4號這麼可愛 4號這麼可愛耶 對不對 這麼可愛巨人 槓龜 對啊 2號 你選2號 佩甄 為什麼 就很簡單啊 因為你也很會跳繩嗎 因為我也是用那一招 跳繩就不小心 為什麼你沒選3號 對啊 個子比較矮的男生 他們會覺得個子比較高的女生 有威脅感 所以像2號的高度 就像我這種高度就很大眾化 就是比較沒有壓迫感 大眾化 那個韋如是1號 我覺得是1號 因為我覺得男生要追女生 而且他剛剛在甩豆腐 你會不會覺得他的詞訊 應該滿簡單的 很好追到他的感覺 很容易就追到女生 對…他講到男人了 把男人說破 好 我們要宣布答案了 因為我們有做過評比 其實裡面有三個人 並沒有這麼多人追求 他只有一個人 真的是每個月 幾乎都有一次以上 追求 所以念到3 是我們今天的愛情桃花 就請向前一步 好 1 2 2 3 真的假的 對 對 對 人不可貌相 對… 還是不可懂的 不是… 骰豆腐也可以有桃花 對 骰豆腐是暗示一下 對 其實他有一個決門功夫 應該不是骰豆腐 等一下要表演 對… 所以他每次一表演完 糟了就很多人追求她 那我們也看看這幾位辛苦了 辛苦… 那其實沒有那麼多人追妳嗎 沒有 為什麼會追妳嗎 很可愛 一定有吧 不知道 可能太可愛了 會覺得像小孩 像妹妹 小孩子 小孩子 什麼東西啊 她講的也對啊 女生可以講我們男生不能講 對 還是說妳的善為很棒 可是也不會每天擺出來 有道理 好 現在我們就來歡迎甩甩 給我們帶來的神奇的表演 好 好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不好意思 這個 好漂亮 天啊 漂亮 漂亮啊 這個更難喔 漂亮啊 這個更難喔 怎麼那麼厲害 哇 好厲害 來…甩甩小姐 這個是甩甩 太厲害了 快叫甩甩 好 那妳怎麼會去搞這個東西 這個是男人在弄的嘛 妳是什麼情況下讓妳去想學這個東西 我原本是魔術方塊的玩家 轉轉轉那種喔 對… 所以這麼說妳是拿一個桶子 也可以弄六個魔術方塊 比較難 但是照理來講應該是可以的 真的嗎 同一個邏輯 表演得非常精采 好不好 謝謝我們甩甩小姐 謝謝